自揚自揚 幼稚男孩 欢迎离去 实在是太欢喜了 就差没有喊出阿母我中重了 毕竟严峻疫情获得表扬 来自各单位接受表扬的机优社工人员和陪同的原单位同事 以及长官都与有荣烟 非常高兴 每年4月2号是社工日 机动市政府社会处原本预定在4月7号举行机优社工表扬参序 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在延后一个多月后 6月21号终于在机动市妇幼馆举办 由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颁奖表扬15位机优社工以及9个友好伙伴单位 向在疫情下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的所有社工人员致敬 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跟正向的一个循环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大家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而且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多 那传递更多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价值 那大家应该都有去过陈博会吧 有吧 过去时间应该我想大家应该都多少去过 那所以大家应该都看到整个 透过陈博会看到基隆市的改变 应该都看到改变 这个改变对我坦白讲冲击蛮大的 因为你想看看 因为我在基隆从小长大 这个改变事实上是很大的 可是你看看它才花多少时间 才花七年多而已 好不好 才花七年多而已 所以如果在座的每一个人 如果你们把社工当作置业 把助人专业当作一个置业 你们可以改变的东西事实上会非常非常的多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陈博会里面呢 我们说眼见为凭嘛 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嘛 看到基隆的改变 我们眼见为凭嘛 对不对 英文叫做什么 Seeing is believing 对不对 就你看到所以你相信 我认为我们社工的价值 应该要层次更高 我们是先相信才会看到 好吗 我们相信能够改变 我们相信很多人会因为我们的协助 因为我们的参与 然后这个城市 然后弱势的人 他们能够变得更好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表示 今年基优社工人员 由评审团队里选出 火力新秀奖 服务基优奖 以及卓越领导奖三大奖项 另外还有九个坚定支持社工人员的 友好伙伴也获得颁奖表扬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